大家好,我是阿胖 很多人都喜欢吃干菜包子 我也不例外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万农通用的干菜包子调馅做法 这样调出来的干菜馅包子 即使我们没有加上一点肉 吃起来也是非常的美味 比卖的还要好吃,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干菜 今天我用的是干芝麻叶 取出两大把,先放入容器里 然后用刚烧好的开水 开水我们多加一点 把芝麻叶烫上一叶 第二天再起来用 接着再盖一个盖子,给它保温 如果没有干芝麻叶,也可以用其他干菜 其他干菜我后面说一说 现在先把面和一下 大碗里加入600克面粉 然后350毫升的凉水 夏天用凉水就可以 再加入5克酵母 搅拌溶解后 我们给它倒在面粉里 搅拌成一个大面絮状 接着再下手揉面 蒸包子,我们的面尽量活得软一点 软一点蒸出来的包子 既松软又好吃 最后给它揉成光滑无干粉颗粒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天气热,常温发酵就行 接着我们来处理干芝麻叶 现在干芝麻叶已经泡了一夜 变得非常的舒展 干芝麻叶很多人都觉得苦 你可以尝一尝你的芝麻叶苦不苦 如果不苦的话就像这样操作 先把它挤干净水分 挤干净水分后 我们再给它多换两次清水 淘洗一下,淘洗干净 如果很苦的话 可以多淘洗几遍,淘洗个四五次 直到淘洗到水变清为止 芝麻叶就不会那么苦了 我是吃着芝麻叶一点也不苦 如果没有干芝麻叶 我们可以用小白菜 上海青 油菜 线菜 菠菜 马齿线 等其他青菜晒成的干菜 都可以这样来调 现在把芝麻叶挤干水 放到案板上 再给它切成短一点的段 如果太长的话 我们尽量用刀 给它再剁一剁 剁碎一点 剁碎后 我们直接把它放入一个大碗里 接着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给它切成厚约一厘米的片 然后切成宽约一厘米的条 最后再切成一厘米 见方的小丁 豆腐切好 我们先装入盘中 等一会儿再用这个豆腐 接着取一只小碗 向里面打入四个鸡蛋 鸡蛋如果有土鸡蛋 土鸡蛋会更香 接着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油烧热后 倒入鸡蛋液 用大火炸成大一块的鸡蛋花 然后倒在芝麻叶里备用 起锅热油 油热后倒入豆腐丁 开中小火慢慢煎 煎至豆腐表皮金黄 盛出来 再提前准备一把粉条 给它泡发 接着用切面刀 在大盆中这样切粉条 在大盆中切粉条 粉条不会四处乱飞 蒸包子 我们粉条不用切太碎 像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粉条也加进来 下面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放上一根大葱 切成的葱花 然后再加点姜末 如果喜欢吃辣椒 还可以加入一勺辣椒面 再加入13香 13香看个人喜好来 不喜欢就不加 接着用烧好的热油 把葱花辣椒面13香 均匀的烫香 油而且还要多加一点 因为干菜没有油 油太少了不好吃 最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食用盐 调馅的话 一般是一斤食材 加入6克左右的食用盐 这样调出来 咸淡大家都能够接受 最后再加入蚝油 鸡汁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像这样调出来的干菜包子馅 不仅仅干芝麻叶可以用 其他青菜晒成的干菜都可以用 如果有肉 再加一点肉丁炒熟 加进去会更香 做干菜包子 如果您有更好的做法 欢迎在评论中告诉我 让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学习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那么点赞收藏转发都可以把它保存起来哦 哇真的是好香啊 这样蒸的干菜包子 一出锅就吃了三个 b ng g g m